来关心中华职棒总冠军赛第四赞让中 中信兄弟虽然不如前几战炮火连连 但是安打攻势串联 再加上先发投手华德兹八局好头压制 中场是以5比0四连胜击败统一师 睽違11年顺利抛下了黄色蜂王彩带 也突破了七年六亚军的魔咒 拿下队史第八座总冠军 抛下黄彩带 中信兄弟以四连胜横扫对手统一师 拿下职棒三十二年总冠军 事实上第一局中信就靠着安打开启攻势 开路先锋王卫成在台湾大赛的手感 持续发烫 索瓦说豪的开始是成功一半 来到第四局 周思琦选道四坏保送 张子贤敲出安打 中信打线可以说是打开了 第七局在敲安打和短打推进 陈子豪补上二雷打替球队多添保险分 大师兄弟日盛出来带打延续攻势 接着再靠安打攻下第五分 拉开优势 来到第九局中信压上快乐宝拉 几乎不给统一一丝机会 哇 最后还要让主神王俊宏先生中弹 太无情了 这个真的很痛 而且彩蛋还抛出去了 我就说会有六局的情况 只差最后一个出局数 球迷迫不及待 这场比赛中信投手华德斯 搅出优质先发也是营球工程 兄弟对史上一次拿总冠军 是二零一零年 睽違十一年再拿总冠军 也是众信集团接手兄弟之后 第一座的总冠军金杯